你知道44坎就指第一间店面在哪里吗 答案就在我的正后方 这边已经是一个充满古意的书店了 而且这个书店呢 本身就是活的文物 很有历史意义哦 跟我去看看吧 一走进书店的入门墙上 就悬挂着当时44坎建造后 所签约的合约书银本 领头验收人 即是陈家的陈培根 正本由陈家后代子孙 曾借府收藏 很特别的是 这间书店是以古建筑为主题的文化空间 集合相关的书籍 透过走读以茶会友等方式 推广台湾古建筑之美 是不是很有意义呢 接下来带大家来吃一件温纯的猪脚汤 它的汤底是白色的 而且这猪脚是皮Q又没有腥味 现在已经传承到第二代了 还是很受在地人以及观光客的喜爱哦 好 两个斤都一个肉多 还有两碗鱼了哦 中根根筋哦 都要加面线是不是 这是平常日早上摊胃前的景象 早上九点猪脚面线一开卖 老板和员工们就连想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 土豆没有一个袋要烧出来 在包什么 没土豆了 甚至才刚营业就不够卖 一旁大桶子已冒出滚烫白烟 等着新一批猪脚入锅 就这样破大块的猪脚依序放入 最后一袋原本是要备用以嘎吉德亚装袋的猪脚 也统统倒出来下锅煮 得慢慢熬 让猪脚吸饱汤汁 等待过程还得不时捞油 把炖汤表层的油脂和沫通通过滤 只留下清炖白汤 充满胶脚的猪皮包覆着鲜嫩的瘦肉 热乎乎起锅 下一步直接送往冷水桶 同样的做法也用在面线上 一大把生面线丢进桶子里 得注意火候 一沸腾赶快捞起来 滤水同时夹子不断翻动面体 冒出热气 就怕高温把面线热得过烂 把握时间靠流动冷水决定口感 每一个步骤都不能马虎 料备好了 老板剁猪脚的手又得开始咸不下来 不管是筋多或肉多 还是爱大块啃骨头的过瘾 各有爱好者 不知道该怎么选的 老板还会贴心的提供综合板 就像是搭配猪脚的主食 面线也有两种吃法 汤面组合 面线泡在温纯的白汤里 香气诱人 猪脚的弹牙口感 还能有胶直黏嘴的feu 整碗味道浓郁却不油腻 还有这内行的套餐 干湿分离吃法 这碗面线光靠蒜泥就很够味 拌一拌还没入口就有足够蒜味扑鼻 搭上一碗猪脚汤 因为炖煮时间得宜 一波轻轻松松骨肉脱离 爱重口味的沾上店家准备的蒜蓉酱 把白嫩Q弹的猪脚染上迷人色泽 也能加上辣酱油增色提味 在地飘香50年的猪脚面线 还要红到国外去 老板学会简单的英语对话 是因为每天都有外国游客上门 尤其是韩国人 我那个韩国的白中原 那是他韩国的阿基斯 来吃过以后 然后现在大部分 有八九成的外国客都是韩国人 我在韩国在韩国的播出 而有人说要验证美味就看一家店 是否同时深受观光客和在地人喜爱 在用餐客人中 我们还巧遇熟悉身影 曾是篮球员的艺人哈晓远 不会有什么让你觉得太厚重的感觉 所以喝起来 尤其早餐喝起来是非常舒服 对 早餐我通常来都要续汤 所以可以续汤吗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 我是没有在管那么多 我觉得很棒的是 它的皮处理得很好 Q爹爹的猪皮该怎么处理的 让客人难忘 在这方面老板特别讲究 毛剃不太干净 就是要用我再稍微薄一下 仔细翻开每个部位 用炙热的火焰 替新鲜的温体猪脚去毛 但可不单单只用火烤 因为这有火烤过 这上面还有一点 新鲜黑黑的 还要稍微给它刷一下 遵循爸妈留下来的方法 要做出好喝的清炖猪脚 在老店第二代许正盛的龟毛和坚持下 体现的越简单的东西越不简单 已接手就是20年 退伍后就在店里帮忙的他 如今已能独当一面 但说到是什么让他愿意 一头栽进这忙碌的餐饮生活 有个有趣的故事 希望我来帮忙 但是我是想说要去外面工作 对 然后他说 那我先买一台轿车给你 就想说可以载女朋友去哪里哪里 对啊 20年前一台轿车的简单又阴 让这份老味道得以延续 尽管没时间休息 但他乐在其中 觉得做得蛮开心 尤其有时候客人觉得 你的猪脚煮得还不错 那我就觉得蛮有成就感 主要你食材新鲜的话 其实他汤汁煮起来 自然他就有他的甜味 大稻城慈圣宫庙前老店 从以前只有一格摊位 后来生意好到 连隔壁都买下 一碗在庙口热卖50年的 白煮猪脚汤 就靠新鲜和温存的口味 满足客人味蕾